我們要怎樣做一個按鈕 然後可以幫我們把結果秀出來 那這邊的話 我在雲端上已經把程式寫好了 我先秀一次給各位看好了 基本上 剛剛講的 我新增一個SAP叫年齡 然後呢 For I 等於15列到19列 輸出到H欄的公式在這邊 跑完就可以直接看到結果了 那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個一樣先在VBA裡面有沒有 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固定的嘛 然後再來就插入程序 那我因為雲端上已經有了 我先把它貼上好了 那這個年齡怎麼出現的 插入程序不就有了 你把年齡打上去按確定 把這些輸入上去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後 直接輸出 有沒有 這個就出來了 OK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出來 結果應該是一模一樣 基本上做法 前面有做過類似的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主要應該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中間這一串 這個先 應該是這一串吧 其他應該沒有 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這邊 我剛剛講到 到這裡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我前面做過很多遍了 如果我今天要把公式放在這個的後面有個雙引號的中間 所以我需要把前面的公式複製起來 Ctrl C 再按一個取消 取消掉對不對 不過 在我貼上之前 因為 我需要先把兩個雙引號 一個雙引號改成兩個 那變成怎麼樣 你要這邊一直看然後在這邊改 但是很容易喔 之前甚至我自己做都容易漏掉一個 漏掉兩個都有可能 所以我比較建議各位另外一招 就是你可以喔 把公式複製之後的話 我 我都習慣用另外一個方法 複屬應用程式裡面有的記事本嘛 你把它貼上 用記事本裡面的取代功能 取代什麼 一個取代成兩個 這樣應該就比較不會取代錯了 反正 我現在的需要只是說怎麼樣 把一個雙引號改成兩個 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後你再把它貼過去 這樣的話呢 來撰寫程式 應該會更簡單 因為你就不容易做錯說少一個或多一個的問題 就把它貼上 第一個問題就完成了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15 改成i 那怎麼改呢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end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把串接符號前後再加空白 OK 做完了 為什麼這樣做 前面我有細節解釋過了 所以如果這個部分還是不太說 請各位把那個前面上個禮拜的影片 調出來看應該都有講過 好 那把那個 這個地方的 剛剛的這個15的 頭跟尾 變成串 就是變成i的部分把它複製 後面只要看到15 你就把它貼上 貼上 好然後再拉過去一點點 這邊有個15 總共會有三個貼上 完成 所以基本上訣竅就是 一把雙引號改兩個 二把 把劣號 的15 改成i 這樣子執行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把這邊的 原來的東西刪掉 我如果直接輸出的話 直接輸出 你就出來了 如果說你將來要做個按鈕 也是這樣 插入一個 這個 或者一個笑臉也可以 按鈕的話 就是一個年齡 把這個年齡 名稱複製一下 在這個按鈕上面貼上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一個年齡 按下去 結果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做個清楚 但是最後的話 有同學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什麼呢 公式 太長了 那這個這麼長的公式 你有的時候還要拉過來 拉過去 那有沒有辦法把它換行 特別注意 之前就有同學 就想說 老師這個公式很長 我可不可以直接就在這邊換行 Enter 其實你Enter之後你一開 他會告訴你 什麼 必須有什麼什麼分號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有錯 你不能隨便的 把原來一整行 變成兩行 如果你要把一整行變兩行 有一個技巧 什麼技巧呢 記得你找串接符號 這邊有串接符號 這邊有串接符號 就是在串接符號的前後都可以 串接符號的前後 的空白處 空白的後面喔 記得喔 是串接符號的前後 空白的地方 再加一個底線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空白底線 Enter 離開 不會有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以後公式很長喔 你有怎麼方式可以讓他變成可以 換行喔 記得喔 第一個 找 串接符號 找到其中一個 反正你看你哪一個 串接符號 那串接符號 那裡面這個串接符號不是喔 一定是 外面我們剛剛加的串接符號 然後呢 在後面的空白處 空白 加個底線 空白底線 空白 底線 Enter 這個時候 就沒問題 但是你如果 隨便 亂一個地方 Enter 那就會出問題 那這個沒辦法這個是規則啦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 你程式越寫越長 但是又要換行的話 那你記得喔 就是串接符號的 後面空白 空白後面再加一個 底線 Enter就可以了 這裡的話 想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 所以以後呢 你要動態的輸出 你已經寫好的公式 其實並不會太困難 反正你又告訴他哪一列 哪幾列 然後哪一欄 輸出什麼公式 輸出公式之前 兩個技巧 一個就是 如果有 雙引號 就可能如果很多個 你就用取代 如果很少 你就直接自己 輸入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把那個列號改成i 前後記得用串接符號 這樣就完成了 試試看 那完成的程式碼 在雲端上也有 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